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斐然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美国中文电台的特约评论员徐一凡 一凡你好 你好伟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美国大选计票的初步结果显示 现任总统特朗普与前副总统拜登得票的数据是十分接近 而非之前民调显示的那样存在着巨大的悬殊 有评论显示说尽管美国人在2020年遭受了新冠疫情 经济低迷和种族问题等多重的创伤 但是他们对政治体系的看法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一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今年实际上在大选当中 这个民调也是不准的 民调确实是不准的 就是说民调它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说 就是它首先呢它是预测拜登获胜 然后其次呢它的这个民调数据呢 是说这个拜登都这个拜登比特朗普要领先的多的多 在很多州都领先的多 像在德克萨斯州这样的就是共和党曾经的这个大本营 就是完全的红州呢 就是说甚至拜登的这个支持率是略高于特朗普的 然后在全国呢就是很多主流民调都显示 在全国范围内呢这个拜登比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 可能要高出将近两位数甚至超过两位数 就是平均可能要高出9%这个样子 然后呢就是在在在像佛罗里达这样的 就是传统的摇摆州里面呢 就是拜登比特朗普也要高很多 就是高到4%5%这样子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民调 就是我们如果从选举前来看哈 民调它的这个业内允许的误差呢 是上下3% 那当你这个拜登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超过了特朗普4%5% 乃至到9%10%几的时候呢 那几乎就是应该是不会出错才对 但是即使拜登当选了总统 我们也不能说民调没有出错 今年的民调不仅不是很准 而且简直是太不准 就是大家都知道2016年大选的时候 是民调的一次滑铁炉嘛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还记得的挺清楚 就是当时也是希拉里各方面都显示领先 然后那个时候民调呢 还是人们心中非常信任的一个存在 就是觉得这个结果应该就是根据民调来的 结果呢 特朗普是爆冷胜选 就是真的是爆了一个很大的冷门 就是有传言说他自己都没有相信他能够选上嘛 确实你看他那个当时就是等着那个计票结果 然后出来最后宣布他赢的那个表情 他自己可能真的都没有料到他会取得胜利 所以就是说那时候民调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滑铁炉 但是那次民调其实在说那个希拉里的支持率 在很多州然后在全美的这个总体的水平都比特朗普高呢 他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准的 就是会高一点或者是甚至高的这个比例是3%以内 也就是说他是他是就是甚至大部分他这个错误 都是在误差允许范围内的 在你所有的这个误差允许范围内的都错了 或者说绝大部分都错了 好像也说明这个民调挺不行的哈 但是总体来说你要从这个学理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呢 他是有他的一个逻辑在的是有个合理性在的 但今年的民调就算是这个拜登成了总统 然后给了这个民调一个遮羞部 就是最起码这个最重大的结果给预测正确了哈 但是其实你要从数据来看 今年的民调失败的真的是比2016年的更加的厉害 那这个民调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说是既有就是整个民调业的这个广义的这个原因吧 也有就广系的这个原因 也有稍微窄一些的就是和美国有关的这个原因 就是像你刚才所说过的哈 就是就是美国人在2021年其实是遭受了很多哈 新冠疫情经济低迷种族问题 然后各种暴力事件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美国真的是分裂的很厉害了 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说特朗普他上台 他作为一个政治的局外人 他当选成为总统 并不是他就是并不是并不是就是说他上台以后 然后把美国造成了非常分裂的局面 而是他上台的这个本身啊 就是美国社会分裂的这个结果 社会和和政治就是一个是我们说用中国话来说 一个是这个庙堂一个是江湖哈 但是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政治也是分裂的政坛也是分裂的 然后社会也是分裂的 而且这个分裂呢 虽然我们说不是特朗普造成的 但是他确实因为他的言论 包括他作为一个局外人所遭受的攻击 然后也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行为等等 他自己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那个什么禁目令啊 然后然后后面的就是对于比如说新冠病毒的 中国病毒的说法等等 反正就各方各面的原因吧 他确实也加剧了这个分裂 这个分裂是愈演愈烈的 所以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美国的分裂 比四年前要更加的厉害 所以那些人他们的看法 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所以这个在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呢 他就会有更多的分裂和仇视 那这种更多的分裂和仇视 就跟四年产生了一个 一个类似的状况 我们举个例子哈 就他敌视民主党的人 他是坚决不会选拜登的 他也许觉得 这个特朗普好像也不是一个 特别合适当总统的人 但是为了他是共和党的代表人物 我一定还是要选他 我还是要选特朗普 当有一部分这样选民存在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跟民调说实话吗 这个就很难 他就是他可能不好意思 他会他要承认他选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就是比如说前面一段时间 有一些特别特别就是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不能容忍的这个言论 比如说这个可以往这个身上注射清洁剂 可以治好新冠啊什么的 就是像这种言论 这种言论和行为对于特朗普这个人来说 不在少数有很多 那可能有些人 尤其是这个自诩为精英的阶层 可能就不好意思承认选他 那他可能不参加民调 也可能参加民调的时候不说实话 那总之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吧 那这个民调结果不就不准了吗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有些民调他设计的这个问题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巧妙 他知道我问你你会不会选特朗普当中的 或者是你会选特朗普还是拜登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我们这还是在举例子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他不会说这个 我不好意思承认我选特朗普 他就他他他不好意思承认特朗普 他就说我不选特朗普 他民调的回答 那这样不就不准了吗 民调设计的什么问题呢 就是A你想选谁 B你觉得你的邻居想选谁 这个设计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巧妙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是叹为观止 你想你说你自己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些隐藏 会有一些隐瞒 会把自己的想法给隐瞒下来 但你说你邻居的时候是不会的 所以大部分人是不会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测出比较真实的情况 而这个民调的结果确实是 觉得自己邻居想选特朗普的人 比说我自己想选特朗普的人要多得多 你说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比例要高得多 你说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说民调他也在不停的在完善自己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吧 比如说回答的率不高啊 或者是选择调查的这个对象 有一些问题啊 或者说这个问题的设置 还是会会产生一些意料不到的结果啊 等等 反正今年的民调总体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比四年还要差 由于总统特朗普拒绝对权力的和平过渡 做出承诺 一些评论员呢 已经对美国要散架的选举制度呢 发出了警告说 认为这个制度对选举后的危机 是格外的脆弱的 一凡您觉得啊 如果说特朗普或者是拜登两个人 都不承认败选的话 那么美国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首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会太大 就是他俩都不承认败选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就是从现在来看吧 是拜登的势头是很好 然后呢 他当然就没有什么理由承认败选 对吧 特朗普他的势头不是很好 然后他在想办法进行各种的诉讼 想把这个盘给翻过去的 然后再给翻过来 能不能实现呢 这个我们待会可能可以具体谈 就是我觉得可能性不是不太大的 但是呢 最起码就是至少在表面上 有了一些判决 有了一些决定之后 就是就算特朗普自己 他不愿意承认败选 他的共和党同僚是会让他承认败选的 会想尽各种办法 用尽各种势力 是会让他承认败选的 就是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 它不仅是美国人民 它引以为好的一种制度 就涉及的非常的复杂 也非常的精妙 然后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设计的这么一个制度 因为美国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嘛 是几个先贤国父在一起设计的这个制度 这个架构是真的是非常的巧妙 然后美国人民也非常以此为自豪 美国政客也非常以此为自豪 它也是美国的一个基础 就是美国现在不管怎么说 它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它为什么经济这么好 为什么它的科技这么发达 其实和它的这套制度是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就是由这套制度来决定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试问不管你是民主党也好 还是共和党也好 且不说你这个共和党中间 这个特朗普他作为一个异类 本身就和建制派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矛盾 就是就哪怕你本来是一个支持 这个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是不是 那你在这样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一边是特朗普到底要不要连任 另外一边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会不会崩溃 你说一般的政客 一般的这个有一定地位的这种 有一定影响力的这种人物 不管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你会选择哪一个 所以就是说 特朗普不想承认败选 自然会有各方面的影响力 同僚的这种压力 会尽可能的让他承认败选 那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特朗普这个人就是魂不立 他毕竟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一个局外人 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 他不仅就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共和党人 他甚至都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人物 他这是第一次参与政治 他当总统了 那这么一个人 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就是不是政治败选 那会怎么样呢 那这样的情况就 就有点复杂了 因为从现在起啊 或者说从投票日起吧 到12月10几号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都是一个 就是普选的票 向选举人票过渡的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绝大多数美国的州 50个州里大概有48个吧 是赢者通吃的制度 就是说你在这个州选民的投票率比较高的话呢 就是会让代表这个 就代表这个州的这几十票 十几票或者几票的选举人票 都归这个候选人 从这次大选来说 就是都归特朗普 或者都归拜登 然后呢 这些选举人呢 他们是承诺会选选民所支持的候选人 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完全没有空子可钻 就完全不会支持这个候选人 那这样的 那就是他怎么去打破自己的承诺 就是说怎么去改这个 怎么去改这件事情呢 那第一可以是由这个州的立法会议也好 或者是州的这个州长也好 然后他们或者是州的法院也好 进行一个裁决 就是把这个换掉 就是把这个选举人换掉 或者是把选举人的这个承诺给换掉 就是说本来就是在选之前的时候 是承诺会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现在我们要选另外一个人了 然后在州的这个层级呢 有一个判决 是换或者不换 当然这个说起来也是非常艰难的 但不是说没有可能性 就是说制度上是有可能性的 然后当这一批选举人 他们在12月 今年是11号还是14号 反正就是十几号这么一个日期 然后齐聚华盛顿准备选出来之后呢 是这个副总统他要主持计票 那副总统是彭斯嘛 他要主持计票 那彭斯他会采取有怎么样的方式 或者说他会找什么样的手段 或者说特朗普现在已经 团队已经在四处寻找捐款 看看有什么样的法律手段 来改变这个事实呢 那也许彭斯他会以他的权利来进行改变 那众议院议长呢 就是现在的民主党的议员 佩洛西呢他在这里面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是说如果他们俩真的到最后 谁都不承认败选 到1月20号的时候 美国还没有一个合法的总统的话 佩洛西是会自动成为总统的 他就是众议院议长就成为 就是代总统一职的这个总统了 就是正式的一个总统了 他是可以宣誓就职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 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但是还是回到我刚才第一个回答的那句话 就是可能性不是那么太大 就是特朗普他所面临的这个 我们且不说他的这个选票 就是有可能有什么问题 我们单纯从制度层面来调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特朗普他在面临的这个制度方面 就是的压力实在是很大很大 就是他不太可能就是在这种重大的问题上随心所欲 11月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已在乔治亚州提起了诉讼 要求暂停该州的大选计票工作 并且各线分离所有晚到的选票 那么在11月3号 总统大选选情激烈 特朗普竞选团队呢 已在多个战场州发动了法律攻势 伊凡您觉得这个法律攻势可以扭转现在的局面吗 我觉得这要分 这还是得分几个层次来说 就现在的局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就是拜登他的就是就是他的 因为我们本来说的是拜登可能勉强会赢 对吧 就是可能在就努力的看着 因为他的这个选举人票 差不多就停在264票那个地方 就是某一些电视或者网络的统计吧 就所有的电视网络统计不太一样 就是比如说有的已经数了95%或者99%的票了 那谁领先或者是谁领先的比较多 那这个某一个媒体一个电视或者网络 他就把这个票给算给某一个候选人了 但有的呢他是比较就是精确 就是说这个选票只要没有统计完 没有宣布的话 那我就暂时先不算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每个人的选举人票 就是在不同的电视和网络上显示 可能是有一定区别的 这个是稍微先解释一下 那就是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呢 就是拜登他就基本确定拿到的 这个264票 当时在那个大选之后的后一天到后两天 大概停留了得有超过24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一直在等那6票 那6票因为270票选举人票 就可以当美国总统了 那6票在谁手里呢 内华达州正好是6票 当然不是说只在内华达州手里 但内华达州正好是6票 所以大家就都很关注 就是说等着这个内华达州的计票 然后内华达州当时是5号吧 我记得对5号的下午 他是专门就是还有选举官员出来 就是发声说我们这个选票 所有选票全部计算完 根据法律的规定是要到11月12号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的仔细 因为我们的这个选票 对那个最后大选的结果 是起到非常非常的作用 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就算没有明说 就起到决定性作用了 因为拜登拿到这6票 他就选上了嘛 所以呢就是我们要非常仔细的计算 意思就是你们别等了 我们要等到11月12号呢 这早得很了 但为什么要说这个小故事呢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看法 就是大部分人的看法 是拜登他可能就差不多拿个270票 这样勉强 因为那个时候宾州特朗普还领先 然后这个乔治亚州 或者说佐治亚州吧 翻译不同 佐治亚州这个特朗普还领先 这都是很这都是很大的选票嘛 佐治亚州有16票 然后宾州有20票 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特朗普都是可以拿到的 那亚利桑那和北卡还没有统计完 那亚利桑那呢 两个人相聚也很小 然后是是那个 但是这亚利桑那的票 当时是已经算到了拜登的264票 选举人票里面了 所以呢就是总体来看 就两个人差不多半斤八两 就是北卡两人相差的也不大 但是可能应该是 当时就觉得肯定是不会翻盘了 因为特朗普就是说他相差没有那么大 但是可能也没有到会翻盘的那个程度了 然后整个的就是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都有可能赢 然后半斤八两 但是呢拜登赢的几率可能要大一点点 然后就算赢呢也都是惨胜 就是只赢对方一点点 比如说270票对268票这样子 当时呢 大家都是这样认为 但是当时 但那个时候也已经有很多州的争议了 除了我刚才说的那几个计票还没有完成的 就当时计票还没有完成以外呢 还有就当时5号已经完成的 就是比如说密歇根州的票啊 然后威斯康庆州的票啊 那个都是5号计票完成的 然后最后 他们中间都会有一个反超 一个反转的一个过程 就是本来在11月3号晚上的时候 都是特朗普领先的嘛 结果到了5号最后出结果的时候 就是变成了拜登领先 然后票都归拜登了嘛 所以当时呢 特朗普也就是已经提出了一些诉讼 或者是这个选票重新计算的这个要求 或者是已经提出提起了诉讼 然后还计划提起更多的诉讼等等等等 这都是有的 当时是当时就会觉得呢 诉讼可能会改变大选结果 所以结果怎样还真的不一定 那6号的早上 拜登他选上就一直在追一直在追 他在宾西法尼亚州也追上了 他在他在佐治亚州也追上了 那这两个大州加起来36张选举人票都追上了 那就是说如果特朗普想靠诉讼来改变大选结果的话 他要打的官司就要很多很多 这个财力方面 然后精力方面 这个官司会拖多久方面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要说扭转局面 可能会扭转一个州两个州 或者怎么样的局面 但是你要说整个扭转大选谁当总统的局面 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因为他得一个一个全部扭转过来 他才能扭转总局面 这样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小了 因为从法律诉讼这个角度来看 选总统本来就是各州的事情 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他本来就是各州的事情 不是联邦的事情 是各州他们主动选出选举人 然后去推举出一个大统领 推举出一个总统 那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他最多他判断 有没有必要进行重新计票或者怎么样 然后他会打回这个州的法院重审的 那一个州我们就是且抛开各种这个不谈 就是这些州就是这些摇摆州 或者说这些剧情出现的反转州 就是我们我们不在里面找什么阴谋论 我们只是说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就是里面这些很多州 他是民主党的州长控制的州 比如说最关键的比锡法尼亚州 他的州长就是一个民主党人 民主党人然后这个法院 他会不会真的就是就是有多大的几率 或者是州议会之类有多大的几率 他会觉得这个他会最后判断 这个选票真的需要去重新数 因为最高法院他还是打回到州去重审了 那我不是说这个法院他会舞弊 或者是偏向某一个党派 但是你这个州的州长也是选的 议员也是选的 那然后法官是这个是法官是任命的 对不对 那所以他整个州的这个氛围 他就很可能有一种偏向保守派 或者偏向自由派的这个趋势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案件打回到州里面去重审 有多大希望可以是一个完全翻转的结果 或者是这个重新计算选票 到底能不能计算出来 你知道就是当时希拉里 不是也重新计算了一次选票吗 最后他自己多出了700多票 特朗普多出了800多票吗 所以说这到底有多大的可能 可能性是非常少的 就算是最高法院他自己到最后 他真的就是插手 就是这种少之又少的几率 他直接来他直接来判断 他直接去派人去来审这个案子 就审这个案子具体的内容的话 那这个案件大概就要一年多两年才能审得完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这个法律结果翻转 还会有什么意义吗 或者就是已经变成 就是形势又已经变成了什么样 又有谁知道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单就这次大选来说 结果改变的可能性是很难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在11月4号表示说 他原本在多个州票数都是领先于拜登的 但是这些优势之后却一个个的消失了 因此他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进行重新的计票 一般您觉得为什么特朗普的优势是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就突然之间消失了 现在有一种说法 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的说法 包括很多华人的支持者 在这个微信这种中国的社会网络上在转 就是说是因为作弊嘛 就是说突然涌进来的选票 突然涌进来了13万或者怎么样 然后很多人在算算数 说一共就这么多选民 怎么增加了1% 怎么又增加了这么多选票 这个数学对不上啊等等等等 但其实比较负责任的媒体或者人 也是进行了一些事实核查的 就是像上述说的这些 其实全部都是阴谋论 就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就比如说他那个拜登好像在某个州 是密歇根州还是哪个州 在夜里突然出现了这种 突然多出来了13万选票 每一个人都是选拜登的 没有一张是选特朗普的 很简单 当时系统出错了 就是只把拜登的选票记上去了 没有记特朗普的 然后这件事情就很快就改正了 然后事先把这个 把这个留言传出来的那个人 他本来也是在质疑这个事情 他自己的推特已经删掉了 就是他知道了 就这件事情就没有这样 其实他只是系统出了个错 然后很快改正了 然后什么包括之前那些留言 什么选举官员就是偏向民主党 然后让共和党的选民 用一种游信笔机器读不出来什么的 没有机器都可以读出来的 这些都是有的 反正这个你一个一个看下去 其实从事实核查方面 至少到现在还是没有切实的证据的 所以就是这个优势 如果我们如果从完全合理的角度 去推测的话那就很可能是提前投 提前投的选票 还有这个邮寄的选票 就是一个一个的 就是逐渐开始数了 逐渐开始进入计算了 而这部分选票 因为特朗普非常非常反对邮寄选票 就绝大部分都是投给拜登的 所以拜登的优势会上升的很快 但是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中间是有作弊的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实在的证据 那这个就要靠司法部门和法院了 好的谢谢一凡 那么今天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的谢谢委员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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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